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积電 避險做得那麼好 有人哭哈哈 你看 當台幣就在今天 再次升破 升破29就作罷了 今天升破了28.7 進到28.679 再建9年多來的新高 機械業者說完蛋了 等同白做工了 我第三季賺的全部都吐掉了 白賺了 這是機械工會理事長特別講到 他說台幣29防線一定要守住 如果升破機械廠商白做工 三年來台灣韓國的貨幣匯率 相差了達到10% 央行應該要跟隨主要的競爭國 像韓國韓元扁 台幣就扁 這是他的說法有鍾情上來 可是話說回來 我們的央行楊總裁 難道沒有祖生嗎 祖生就是不要生太多 希望能夠扁 我們央行沒有努力嗎 有努力 只是因為這個狂潮量太大 你看央行祖生之下 外匯存底 創下歷史新高 創新高 這個待會兒就教大家 為什麼祖生會讓外匯存底創新高 而外匯存底又是什麼東西呢 再來第二問 經濟部邀央行喝貶值咖啡 央行會從此聽話嗎 到底為什麼來解釋 對 我們先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外匯存底 那外匯存底的話 大概如果有聽到另外一個字眼的話 叫外匯儲備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外匯存底來講的話 就是央行他手中持有 可以隨時兌換他國貨幣的資產 那這些外幣的資產有哪些 包含現鈔 黃金 國外貨幣債券 貨幣債或政府債等等 可以馬上兌現的資產為主 譬如說美國公債 對 幾乎 幾乎六七成都是美國公債 那以台灣為主為計算 其他各國應該大概也略是這樣 那是以美元為計價 用來平衡國際收支 尤其最重要的一個工具是什麼 穩定會價 這個待會我們會講比較詳盡 為什麼說他有穩定會價的功能 那我們來講說 怎麼說那個央行如果進來 主升會價的話 會造成外匯存底攀高 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之所以外匯存底會攀高的原因 當然這個國家一定是貿易順差 因為你順差的話 資金才會賺很多錢 錢才會進來 貿易順差就是我們賣給人家東西 跟我們買他國的東西 我們賣給人家的東西是比較多的 賺比較多的外匯 國外的錢這叫貿易順差 對 再來的話 也有可能是國際熱錢 資金湧入 央行怕這個整個 資金一下子進來 會讓這個會價 一下子升很大 升很大 當然我們出國就會虛擬 所以央行要適時進來 稍微阻擋一下 所以一旦資金 不管是外貿賣太多 把美金賣太多 或者是國外的錢進來要投資 也賣太多美金的話 這時候會讓台幣漲太兇了 那漲太兇了之後的話 央行得要適時的進場去 主升 不主升的話 那一下子 那可能一天都生虎腳 那嚇死人了 所以這樣來講的話 才能穩定這個 金融環境的秩序 那他一主升的話 等一下他把市場上 拋售的美金 那全部都收回來 那收回來 外貿存體是以美金為計算 當然外貿存體的數額 就增加出來了 那另外一端的話 他會印出很多的台幣放出去 那台幣放出去了來講的話 那市場上最近會腐爛 他就透過吸低的方式 再把這油水給收回來 好 如果再把他講更白話 來個白板話給大家看 你就知道了 新台幣走升就是這個樣子 從31塊升到了 今天不見到28.679嗎 是 剛剛友中說的好 為什麼台幣升這麼多 因為大家狂買我們台幣 買台幣就等同於是賣掉美元 這是大家一堆人都這麼做 可是台幣升了這麼多 我們的央行當然就要反向動作 剛剛永中說什麼反向 就跟他反啊 你賣掉美元 我當然就趕快買進美元 買美元 然後賣掉台幣 這叫央行的動作 這個不要輕喔 回到剛剛友中的另一章 因為買進美元 央行手上不就一堆美元嗎 沒關係 你看美元外匯存抵 這樣懂意思嗎 因為我是買了一大堆的外匯 買了一大堆的美元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祖師 美元變更多 外匯存抵這樣就會創新高 了解了再來 當然我們機械工會 理事長格巴西就覺得很擔心 他不僅只有在彭總財任內 加加楊總財任內 他也是非常一直大夫急升 就是說整個升值的話 台幣升值的話 對於傳統產業跟機械產業等產業的話 是造成很嚴重的一個緊張跟影響 所以為什麼經濟部這時候要急著 跟央行坐下來好好的談一下 是不是適度的話 哪時候趁時間點可以讓台幣貶值一下 所以友中接下來我要問了 我們就來到友中的第二頁 也就是出口廠商 到底他們為什麼說第三季賺的 完全是白做工 協經我們升太猛 那他們毛利率應該也比較不高 對不對 對當然這個有息息相關 我們來比較一下 今年年初以來來講的話 台幣的升幅已經高達到盤中的價格 破了29塊以下的盤中價格 已經來到4.54的一個升值了 日元才升2.5% 韓元幾乎持平了 沒什麼升到 因為他三月份大扁 所以整個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 跟我們主要競爭的產業的一個國家 主要就是南韓 南韓有什麼產業 它就是面板跟低瑞 那日本跟我們比較有相關的一個 出口競爭是什麼 是工具機跟機械產業 所以為什麼機械工會他會很緊張 因為他認為說今年有可能是做白工了 為什麼這麼講呢 如果從去年年底台幣的話 30.106收盤升到現在目前 如果到29塊他說最好能守住29塊 如果29塊一破的話那就很慘了 為什麼29塊的話 足足今年就升了3.8% 3.8%的話 我就看了一下台中為主的這些機械工業 他們的出國產業來講的話 他們的margin 也就是他們的毛利率來講的話 大概中位數 因為隱形冠軍的話五六成 比較慘一些產業的話 傳統產業的話 搞不好毛三到四 那一般平均來講 目前看起來來講的話 平均大概中位數的話 出國產業的毛利大概落在一成左右 機械業的毛利率有這麼高喔 對毛利率 因為他還沒有扣到管銷 我知道啊 毛利率10%算高了 對 機械產業來講的話 其實margin還算不會太差了 那如果扣除管銷費用 加上如果你沒有做匯率避險的話 你會造成匯兌損失的話 那可能今年如果扁個 那個升了4%來講的話 那似乎今年的話 整個是做排工的 因為管銷費用可能也5% 再加一個4%幾乎跟打平了 所以等於說沒有賺了 換句話說 台幣升這麼多 毛利率會被吃掉 沒錯 這個叫做盈益率也會被吃掉喔 對 剛剛友中已經說到 我先進行插播 你看台幣今年來升這麼多 如果我的盈益率 我們講說如果盈益率管銷費用加進來 如果假設只有5% 那完蛋了 你賺這麼多 扣掉4.54% 因為到最後 美元要灌成台幣嘛 你扣掉4.54% 你才賺1%多不到耶 那才會叫做白做工啊 對 還是要幫央行講講話 央行還是有做工作了 因為第三季來講的話 其實台幣升值有稍微縮小了 縮小到1.8% 這是第三季來講的話 韓元是大升的 升了2.85% 所以稍微有比較低於韓元 日元也升了2.3% 都有比這兩個來的低了 顯然央行有特別去壓抑一下 讓這個台幣升值幅度不要那麼大 第三季就剛剛的9月份 外衛存體創新高的關鍵 對 讓我們說我們很擔心啊 出國產業變成淒慘的產怎麼辦呢 那這個產業的話 還是要回歸到原軸 這個原軸是什麼 你產業要升級 升級的話就是你要創新提高你的獲利能力 那獲利能力不外負責 你要增加毛利率 要增加淨應率 再來的話 也要增加你的業外收入 這樣才可以有效的 去降低你匯率 所造成的匯兌的一個衝擊 如果我把它講到最中核心 對 就是企業在避險部位 要稍微做好 也比較靈活一點點 我跟你講以前台積電啦 音業達啦 台達電啦 廣達啦 這些等等 以前他們呢 也會有帶來很大的匯損 如果台幣升比較多 人家現在很少聽到他們抱怨對不對 因為人家的避險做得很好 有時候非常謝謝您了 感謝這個出口廠商 如果毛利率啦 營業率啦 稍微偏低 升了這麼多 你看把錢揮回來 只能換回一點點新台幣 白做工 所指的就是這樣了 接下來呢 講到了出口 我們東西幫人家做好之後 賣到這個蘋果美國去 當然也是出口部分了 可是蘋果來這個民盒請上來 因為這兩樣新產品要上市 所以這四樣產品 蘋果就說那就不賣了 我稍微補充一下 這四樣新產品 待會民盒會講 不是蘋果的品牌 而是蘋果跟這些的品牌大廠 這些等等來進行合作 然後在蘋果的平台來販售 所以是蘋果跟他進行合作 那現在這些的第三方的品牌 就不賣了對不對 對 好 先來介紹新產品 好的 目前在下個禮拜 蘋果要發表新產品 不是只有手機 它還包含了好聽的 像耳機這一塊 因為耳機這一塊 這個重點就是屬於 在可旋轉式的一個耳罩 這個屬於耳罩式的耳機 什麼叫可旋轉式耳罩 這個是耳罩的地方有沒有 這個地方它可以更換 還有磁吸式的部分 可以換那個顏色 最簡單的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你如果說你要去運動去跑步 你或者是要上健身房 那個你平常戴的AirPods Pro 是不是容易掉 如果說掉的話 可戴這個更容易掉吧 我跳兩下就掉了 這個是他戴在頭上套住的 它上面這邊是一個金屬的一個勾 這樣子可以把它拉上去套在耳朵上 所以相對來講 一般如果說像運動健身房的話 是戴這種耳罩式 就屬於這樣整個包住的 比較掉哦 比較不會說一下子那個AirPods Pro 掉了怎麼辦 一個就好幾千塊 所以這種地方它有個關鍵點 就是說為什麼在比方說像博士 或者是羅技 他們的產品其實都很好 那個產品的品質 包含了那種那個醬可醬燥 這些都沒問題 可是一個重點 他們要打入這種高端的耳機市場 他們在這一次的一個新品發表會裡面 很可能在整個蘋果就會推出這個 AirPods Studio這個部分 就是可旋轉式的一個耳罩 那麼這種可旋轉式的耳罩 除了我們剛剛講說 運動這些功能之外 其實最主要的它有很多的特色點 比方說那個無線是基本的啦 再來就是說它可能會有觸控 那個觸控就是說你不用說拿下來 把這個耳罩拿下來去調整 或者是說去做控制它 可能在旁邊按一下 用觸控的一面板的形式去按一下 就可以觸控它 那這個呢 這個是屬於HomePod mini 因為兩年前 蘋果它推出HomePod的部分的時候 它主要有個重心 它要做什麼 家庭的娛樂重心 它如果說像這個耳罩式耳機 或者是HomePod的一個部分 那個是智慧音箱嗎 那什麼東西 對對就是智慧音箱 就是一個喇叭 簡單的講就是一個喇叭 智慧音箱 但是智慧音箱 喇叭就是我們通常聽喇叭 就是聽音樂 實際上不是 它是一個控制器 就是我對它講話 它可以幫我家裡所有的電器 連線之後升控 幫我掃地 幫我開冰箱 幫我什麼的 它就是從透過這個 HomePod的部分 可以連接到其他的周邊 家電的一個裝置 是嗎 沒錯吧 對 沒錯 然後這個部分 這兩個重點還有一個地方很重要 它可以開啟之後呢 比方說透過觸控 觸控或者是開啟這個屬於Siri的一個功能 就像你剛剛所說的 它如果說要整個去 聲控 對 聲控說要打開這個音響 或者是打開音樂 我要換下一首 我這首歌 2020的流行歌曲 我不喜歡 那我就換下一首 都可以用透過Siri的方式 用聲控來做控制 因為這兩個是蘋果自己的品牌 所以即將要賣 這四款就不賣囉 對 沒錯 因為在像這個博士的無線耳機 或者是它的一個藍牙的揚聲器 就是喇叭 那麼在博士 其實這些品牌來講 它的快速充電降噪 或者是防潑水 或者是通話的麥克風 這些的功能 其實大家都知道 品牌很好 BOSS是很高檔的品牌 很高檔的品牌 因為它能夠 這種來講的話 通常都是要一萬塊上下 其實蘋果推出來的耳機 這個部分來講 Siri的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將近也要一萬塊出頭 那一個呢 那個部分來講 可能定價上可能下禮拜三 我們臺北時間是禮拜三 這個完全的仔細規格就會定出來 可是基本上 大概多到一萬塊上下 這個是藍牙揚聲器 這兩個不賣 那這兩個是什麼也不賣 是羅技的品牌 這個是屬於就跟喇叭一樣 它本身來講呢 它也是一個屬於在防水浮水 真的有人去游泳的時候 就帶這個聽音樂 放在水面上讓它飄 一邊放音樂 它多大帶這個聽音樂 小小的 不是很大 那一下就掉了 被人家撿走了 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就是在玩水玩樂的時候 然後呢 它也可以聽音樂 不是說你去玩水的時候 哇 那就很無聊 那只能說是玩水 那個沒有音樂可以聽 很不方便 那麼另外一個 是屬於那個 SONUS的一個部分 這個是屬於音箱 它的防潮 LED的指示燈呢 其實最主要 這些都是高端品牌 那麼這種高端品牌 它為什麼要做這個 這個屬於像自己的 耳罩式的一個耳機 還有智慧一個音箱 最主要 它要走高端的 不是只有在那種AirPods Pro 所以走高端 就把一些的第三方合作 統領的品牌 就不賣了 對 那我問你喔 我要個答案就好 這兩款以您的研判 會賣得很好嗎 我認為會 你是果粉嗎 我不是果粉 但是一件事情 果粉講話不客觀 他們的東西做出來 大家都知道 蘋果的品牌品質做得很好 OK OK 所以相對 它為什麼可以說 把這個像博士 或羅技 或是SONAS 這些都是很好的品牌 能夠說把這些 好的品牌不賣 反而是用自己的品牌來代替 它對它的產品 一定很有自信 我們國內這邊 應該也有相關的供應鏈 對 一定有 OK 謝謝明和 來 先請回座了 先把蘋果 兩個新品將換是 停售第三方的產品 這一些 到底是什麼東西 有個概念了解之後 經廣告 回到現場之後 我們還要再繼續追 下個禮拜 國慶日後面 一大堆的事情 雙世界過後 到底哪些的事情 也慢慢地突顯出 哪些的族群或標的 會竄生出來 但是憑藉的理由又是什麼 麻煩米可說清楚了